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AI模仿犯 不要觉得说AI跟你无关 就算你不用AI你也会被AI骗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孙大千教授 你好 是 戴如姐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深层是AI 大家虽然我后来发现有用AI的人 大概也不到5% 但是会被AI骗的人可能高达95% 现在到处社群软体都是 而且很显然我们应该对政府绝望 因为我觉得他表明是不管的 也管不了 对不对 很难 好 连那个张忠谋还有张淑芬 都说他们没有用任何的脸书账号 还有社群媒体在分享股票相关咨询 其实用脑也知道 这两个人不可能分享 可是上当的人竟然有 真的因为现在AI技术的这个创新 然后你所以现在很多诈骗 真的是做的唯妙唯消 就我在我周遭听到的几个被诈骗的案例 就比如说有一个家长 我们的朋友他就跟我反映说 他接到他儿子打电话给他 然后他讲话了整个的语调口气 跟他的儿子完全一模一样 那种不耐烦的那种表情 就讲话的那种声调 就完全相同你知道吗 他说他如果只是声音相同 在一些关键点他还是可以听得出来差异 但是从头到尾他完全听不出任何一点的瑕疵 但那个他儿子如果是公众人物 声音音档像我们的音档很容易拿到 那他儿子的音档是怎么拿到的 我不知道 所以呢这个妙了 最后这件事情这个家长之所以没有被骗的原因是因为 他不断的在联络他的儿子 原本联络不到 后来联系上了 才发现说这不是事实 然后呢 但是他后事后回想 他整个的过程当中完全听不出任何一点点的问题 他之所以发现说其中可能有一点问题 是因为在问答的过程里头 他发现对方在回答的一些资讯上有误 那也是因为他已有疑心 对但是问题是如果没有这样的疑心可能早就被骗了 对 那所以其实我因为我自己是教AI的 那我们的我们的这个很多朋友在做AI的 所以我知道后来我就问 他们就说像现在要模仿一个人的声音 你只需要有他30秒的录音带就好了 30秒 对 我录你30秒 然后我把你的声音丢进大模型里头 我就可以马上训练出一个模型 他讲话声音跟你是一模一样的 什么口气啊语调啊完全相同 30秒就可以做到了 我跟你说一个故事好吧 今天本来台湾的某银行 有一个case要跟我的经纪人说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打电话到XX银行 那么回答声音的人 他要用我的声音 就是吴戴儒在用你的声音 我只要给他 当时他是要五分钟的音档 因为他想要更像一点 然后我没有接这个case 这种钱我不敢赚 我后来就跟这个银行说 你有没有想过现在AI诈骗集团也在用这个 如果你今天那个客服的人用的都是我的声音的话 我觉得你更容易被诈骗集团锁定 只要听到我的声音就变成XX银行的理专打电话给你 你何必呢 真的你知道后来现在很多家长 就家里有小朋友家长 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我周围的朋友 你要什么共识吗 他说我们家自己定一个密码 可是这个密码呢 不能是什么生日 不能是很容易被拆出来的 比如说大家就开始定一个密码 什么7个2啊 什么9个3啊 类似这种密码 然后为什么要定这个密码呢 就是当有一天你无法断定说 这个人究竟是不是我的家人的时候 我们自己这个一家人就问说密码是多少 那你要是回答得出来 那就代表说那是真的 回答不出来 那就是假的了 这是个好主意 周围太多了 你知道吗 我周围看到很多朋友 他做家长的这些 他们都有密码 他们自己家族密码 就是只有封闭在几个人知道的 没有写在手机里 没有写在任何东西上 那当你被问到密码就讲出来 但是你知道 这还是声音哦 可是接下来 我觉得最恐怖的不是这个 最恐怖的是影像都是造假的 所以我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 以后你的手机 如果接到你的小孩 传个line给你 跟你视讯 说妈妈我被绑了 那个视讯都不会是真的 都有可能是假的 因为现在的这个AI大模型 他要模仿一个人的做虚拟人 我们叫数字人或虚拟人 他现在只需要你 三分钟的影片 三分钟的影片 他就可以马上把你制作出来 一个给你一模一样的虚拟分身 像中国大陆现在很多博主 他们很多那个KOL 他们的这个 在这个他们的平台上 我知道他没有自己录 都不是真人 他自己的也不是自己录的 因为他就直接把他放进AI 然后用自己的声调 那这样就算他去美国度假一个月 他还可以天天更新 而且他还可以出 他可以出现在西藏 他可以出现在新疆 他可以出现在全世界在哪个地方 因为那个都是可以用AI 把它合成起来的 现在AI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 因为这个才是最厉害的地方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我除了在研究所教课之外 我曾经提过说 我同时还是这个全世界前三大的一家 叫做数字王国的电影视觉特效公司的执行董事 那我们公司在好莱坞 专门帮漫威做电影的 那我们公司最强的就是做虚拟人 所以以前我们看到人家做deepfake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容易的辨别出来 他错误的地方在哪里 就他不是真实的 因为从一些细节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我们做的是电影等级的虚拟人 所以我们做到这种8K 阿凡达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就是完全是这样的level的 可是你知道吗 现在deepfake就是我现在讲的 刚才讲的说三分钟就做一个 这个数字分身出来 他其实就类似像deepfake 他现在的这个功力已经做到 不是这么容易可以看出来了 他快可以拍阿凡达电影了 就是当然你说到8K未必 可是因为在手机上 你很难辨识出来他的这个虚伪度了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 以前你在辨识的时候 你会怎么辨识呢 通常我们就看他就看他嘴型 看他对文字 你讲话的时候他嘴型 嘴型对不对的上 看他的表情 看他脸上的光影 现在这些造假的做的微妙微消 现在这个对嘴型对的已经非常准了 随便现在任何一个AI大模型 比如说阿里巴巴出的一个叫EMO的模型 这些模型他们就把这个嘴型对起来 都不会有问题 而且是对中文的 对所以其实这现在这个才是现在最大的问题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当然会提醒大家 你说接下来那么你会马上面临到的诈骗 绝对不只是声音 你还会面临到影像 你会面临到人家跟你讲话的时候 那个影像根本就是完全造假的 是你刚刚讲到就是在台湾已经发生了 也不知道自己儿子也不是名人 来跟妈妈要钱说 我被绑了快会钱给我 其实我大概可以推想那个后面 其实后面那件故事再讲出来就有点可怕 我们待会再聊 幸福好时光我们今天邀请的是中信金融管理学院的教授 孙大千 那他也是国内有关于AI和加密货币的专家 我刚刚讲到了 现在以后这个AI绑架 就妈妈快救我或赶快会钱给我 我缺了一笔钱 你觉得儿子又不是名人 那为什么会有他的音档出现 还会有你的电话 其实我觉得那个背后的可能性是同学犯案 也有可能 有可能或者是电话被截录下来 是 然后刚好都知道嘛 看到你的讯息 所以其实你知道像那个家长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家一直在想 说我的小孩今年才17岁 究竟是谁可以录到我小孩30秒的声音档 然后去仿造的一个完全微妙微笑 连妈妈都几乎听不出来瑕疵的 这个一段对话 搞不好你的同学加入诈骗集团 当然搞不好是这个中间被拦截 或者是什么电话送修 而且现在很多小朋友 他们是这个社群媒体的重度使用者 所以他们也许他们在社群媒体里头 在他们的什么IG上有他们短片 群组里面有声音 有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极有可能 还有来我们现在来看国际的诈骗案 因为连知名公司也被骗 通常我们听到别人被骗 其实我跟你讲心里都在笑别人笨 或者是在幸灾乐祸 这是人性嘛 但是你看这些公司 他们本身是科技公司 他们也被骗 是怎么骗的呢 有一家英国的工程公司叫奥亚纳 他是曾经参与过雪梨歌剧院工程结构案 也就是说他历史很悠久很大了 那么他的员工以为是在跟集团的高层开会 可是事实上他们就是用deep fact 而且是做的跟你刚刚讲的一样 假的主管用真的主管的脸 只是真的员工转账 然后直接转了台币八亿掉 就帮你开个公司大会 是不是很厉害 对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在疫情之后 更容易发生 就有几个条件的在疫情之后有了很大的改变 就是第一个在疫情前大部分都是开实体会议 那疫情后之后就有一些公司 企业他就习惯远端工作了 譬如说我刚才讲到像我们数字王国 我们的studio是在好莱坞在洛杉矶 可是疫情期间我们的这些artists 他们都是在家里头工作的 那最近我看到的我们的公司就 大家都回来上班了吗 就不是 现在还是有部分 很大一部分维持远端工作 一方面是因为过去他们习惯了 就是第二呢 我们发现说远端工作效率还比较好 因为这些artists在家里头 懒得跟家人讲话 所以他们就埋在房间里头做事情 那你到了公司 大家还会聊天串门子 而且中间还有交通细节 所以呢 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公司 还是维持一定比例 甚至很大比例的远端工作 那远端工作是怎么来开会 就是zoom 那zoom跟靠这个email来联络 这是一般公司在运作的过程当中 靠email通知大家要开会 然后开一个zoom call meeting 所以呢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刚才讲到现在做一个 制作一个虚拟人的成本很低 速度很快 而且这个仿生度极高 其实我刚刚有都想过 像我们老师以前要开那个 很无聊的那种什么 在校学生会议 我在念那个 你就摆个虚拟人在上面就好了 我真的想搞个虚拟人 然后自己去煮菜 你知道吗 对啊 你摆个虚拟人在那边就好了 而且你知道现在厉害的是什么 就是我说过像 像素质王国我们做虚拟人 我们做虚拟人有两种虚拟人 一种虚拟人是 我做了虚拟人 我同时用AI模型在背后支撑他 他是用AI来运作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虚拟人不是 第二种虚拟人是明明讲话的是我 可是你看到的是淡如解 所以讲话的是我 那我的手势 我做我的手势我的腔调 可是你看到的是淡如解 你在做头上的手势跟你的腔调 帮我换头就可以了 这样就是完全操控了这个虚拟人 我还会回答 所以你可以见机行事 更聪明 因为AI回答可能还会有一些bug 现在没有bug了 因为它背后根本就是有一个人在操控的 所以像你刚才讲的那个案例解 第一它为什么会被骗 它一定是大家收到了email说要开会 然后第二呢 我就create一个zoom call meeting给你一个密码 大家谁会想到zoom call会造假 没有人会想到 因为大家习惯的 像比如说像我们 我人在台湾我怎么跟洛杉矶开会 就当然就用zoom call 我们还在温哥华 在印度 我们都还有各个点 据点怎么开会 全球都用zoom call开 所以没有人会想到zoom call 这个可能会造假 好那你一开了zoom call之后呢 第一它是一个zoom call 说实话那个画质本来就不怎么好 那现在仿真度有这么高 所以你根本很难辨别出来 它是有问题的人啊 是而且这个其实照理说 他叫你汇一笔巨款 主管应该是也没有那么大的权柄 那员工竟然就只有看到那个影像就会 这时候就了解到古代传国玉玺还是有重要 真的 就是要有一个钢 要有一个章 对不对 他没有啊他就是用指示 其实你的email也很容易被侵入 如果是小孩跟你说 妈那个学费交出说没缴 请你再缴一遍 那后面给的那个账号 我有个朋友就是 他只是跟一个法国公司买了一批保养品 可是他的会议记录 就是来回的 讨论了一年 长期被侵入 到了付款那天 诈骗集团也知道被拦截 然后就给你一个比如说我叫香奈儿 我就把C改成S 让你在员工汇款的时候没有感觉到这个汇款账户可能跟之前的付订金的不一样 钱就这样汇给假账户就找不到了 对啊你看现在全球诈骗的这个问题实在太多了 还有还有来可能骗你的人在北韩 这也是一个知名的例子 这是一个美国的软体公司所揭露的 你知道这位北韩工程师 他呢就是被录取 线上录取 就好像你们说的很多工程师很厉害 他技术很好 所以他你可以隔空录取他嘛 他没有来北美国 不用来真的工作 他搞不好在说我在印度你还是得用他 结果呢 他就被录取了之后 他到职后他有一些密件 他就在公司的内部植入了恶意软体 然后把员工的薪资偷起来 作为北韩非法计划的资金来源 你看他就到处都被录取 然后呢就 大陆姐北韩的骇客 是全世界一等一厉害的 北韩我觉得他的国家收入 可能有一大笔钱从那个骇客来的 我觉得我有时候必须说小金 还是非常有对未来的看法 对我不懂为什么北韩的骇客会这么厉害 因为其实不要说AI了啦 在早在AI之前 我们那时候像讲区块链加密货币 全世界比特币被害的最厉害的一支部队 就是北韩的部队啊 就是专门做这个的 在人家那个加密货币交易所 然后就破解人家的防火墙 就把人家的这个加密货币倒走 人家是财政部下面的一个部门 所以我才说 我觉得北韩的骇客部队 应该为北韩赚进了不少外汇 赚进了不少钱 应该是国家很重要的一个收入 所以你说现在这个北韩的 再去用什么AI技术去骗人家 我一点都不意外啊 而且你如果你常常注意你的手机 就会发现 我大概每个礼拜会发现一个说 我现在人在 你在美国波士顿 因为我有做双重验证嘛 是不是 你想要取得 意思就是说 要登入自己平台的人是你吗 你一定要记得回答不是啊 你应该也会收到这种吧 其实很多 非常多 然后他就很蠢的问你说 那你要改变密码 我心里想我改密码也没用啊 改密码到最后是连我都自己都忘到 如果要这样改的话 连你自己都忘记自己的密码 他就是用随机软体式的啊 对啊所以其实现在这种诈骗手法是层出不穷的 所以我才说如果有了AI技术 在背后去支撑这些诈骗集团 那接下来的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只是传统的这种诈骗了 这诈骗会全面升级啊 就你以后不只是我刚刚讲说像家长 我现在都跟周围朋友说 你现在不只是接到电话 你要密码了 以后视讯都要 因为你视讯未必是真的 我刚刚说过嘛 你现在视讯 他有可能是一个人在旁边演 所以他就会降低很多的风险 所以他可以给你做急问急答了 那在这个过程里头 你真的是很难辨识出来 他就不是一个AI人在跟你讲话 因为AI人还有他database的问题 他不是一个AI人 他就是真人 他就准备在那边骗你的 只是说你看到的脸是你家小朋友的脸 你看到的脸是你家亲戚的脸 所以这个情况 我相信以后未来 大概每一家都有自己一个家庭密码 就是属于自己家的人知道的 然后才能够辨识 先想说请说密码是多少 我等一下给大家一些建议 有关于现在需要家庭密码这件事情 我觉得比较好的方法是 比如说你是我的家人 我就问你说 我们家养了一只色香猪叫什么名字 但因为我家有猫有狗 而且可能名字在网络上也都有 不能说出来 但我家没有色香猪 不行这样好像不对 家里不太容易有 这样还是会被抓到 有什么比较好 姐姐你刚才讲的那些 我的朋友们他们都试过了 都用过了 对因为他能够锁定你家的时候 他能够诈骗你 他已经做了很充分的功课 就是你家所有成员的 比如说IG他都长期在监看 所以你家到底有没有色香猪 他马上就都知道了 所以他连生日可能都知道 所以我说你看他们连生日都不能当 所以最后能够拿来当密码 就是现在create一个 完全跟任何事情都无关的 的一串数字 然后还要记得起来 然后被问到的时候 就讲这个数字就好了 你不觉得很像古时候 打仗的时候还要先报那个切口 说今天晚上的那个暗号是多少 然后讲对才能进来 至少你不用每天换密码 可是问题是现在很多家庭都是这样 就是自己家庭有一个 这个family passcode 对对就是你要有这个passcode 你就讲对了你就过 好我们来看看那个企业遇袭的事件 资安事件上周说比去年同期多2.5倍 然后呢有电话用户回报的 疑似AI诈骗的电话 就是一个月逼近70万件 那大家懒得回报啊 像我们这种接到诈骗也觉得说 回报也没用 大概可能加强应该有1000万件吧 非常多啊 因为现在打电话也不用钱啊 对所以现在其实 你没发现说 如果你用手机打给人家 人家都还不接啦 对对现在大家 我们现在我们以前是不接事话哦 对对 就如果你现在手机想 我相信大概99%的听众朋友 你的手机是我看到你什么02啊什么 你绝对不会接的 因为你就知道说 那要么就是来做民调的 要么就是来干嘛的 反正就是打死 你更不要讲说那个来什么不明电话 那是绝对不会接 现在是连手机也不接了 就大家可能只接LINE 可能只接什么WhatsApp 那有时候也不能接 他有时候会开始什么 比如说假设说我跟你其实很久没有联络 那那个另外名字叫大千 他就写在吗 因为我跟你讲那都诈骗集团 对啊 因为朋友不会问他问你说在吗 对 所以你连回都不要回 会讲在吗 应该都不是台湾的用 你忽然收到一个很奇怪 你的朋友发来一个对话 然后你觉得这对话好奇怪 不像他讲话的语气啊 对 就他的LINE就被倒了 我想说我们没有那么熟啊 你不会跟我讲在吗 对啊 所以其实我也曾经遇过 我自己都遇过了 就是这个LINE的账号就是被盗嘛 他就来叫跟你借钱 然后来跟你讲什么东西 然后他或者是叫你做什么事情 说什么我跟你的LINE连结啊 我的LINE有点问题啊 你可不可以再把什么密码给我一次 然后什么你的ID 我们再连一次 接下来就换你被盗了 对 所以你的LINE就没了 对 所以他就是他现在就是用这个办法 每个月都有人在LINE群 或者是APP群里面告诉他说 我被盗了不是吗 对 所以其实现在的诈骗真的非常非常猖狂 而且各种方法都有的 好那可是你有没有感觉 其实很多人都在已经希望什么 有关于国家安全单位来管 但为什么我们都迟迟 好像都没有人要管 我觉得 为何 很难 对 戴露姐你知道我觉得很难 我自己在AI圈 然后我们比如说宿主网 我们在做虚拟人 我觉得很难的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国家单位自己大家都分辨不出来吧 你不要说别的人 有一天赖清德接到了一个 什么LINE的资讯是蔡英文来的 搞不好他都会相信是真的 对不对 你知道他怎么分辨呢 怎么分辨 这实在太难分辨了 我刚才说以往你分辨 你还可以从一些小小的地方 看得出来蛛丝马迹 现在是连这些小瑕疵 通通都被修正掉了 现在的AI的模拟技术已经到了一个神乎奇迹了 对前一段时间我才传了一个很短的视频 大家不要赞美那个科技 因为其实你一个月付不到一千块就可以订阅那个软体 做得很像几秒钟而已 而且很多可能还是免费的 人家说三分钟他就可以做出一个这么真的了 那我们做8K电影的我们还要花这么长的时间 花这么大的经费才能做一个什么钢铁人的虚拟人出来 做得这么辛苦 对不对 为什么人家几分钟就把它做出来了呢 现在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 所以我说最麻烦的地方是什么 就如果今天他们做的东西是丢在电影的荧幕上 那你看得出是假的 所以我们做这种8K 可是如果他现在在你手机上这么小的一个屏 更不要讲Zoom Code 就手机上的一格 那怎么可能会看得出来呢 是 其实现在什么证件 只要有人有心来做都有问题 像前不久我去欧洲 我每次刷卡的时候 我心里也很害怕你知道吧 因为每一次 就是有一个马拉松 我都不好意思说哪一个 就六大马其中一个 那个就在当时疫情的时候 不是大家都在跑虚拟马拉松吗 我报了两年 两年之后我的卡都被倒刷 所以只要有号码出去 其实不是你的原因 而是那家公司里面有人 是内贼哦 对 所以大家都怕嘛 是 好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样 我们好像就只能警方提供你解放 就万一你订到家人 有人绑架的话 叫你说先不要着急 先挂电话 因为万一password还来不及设定的话 你先挂电话 然后去 确认一下再说 对先确认一下 你家的人在不在 因为反正他跟你要钱嘛 他不会马上把他杀了 对不对 他一定还会再打来 好悲惨 不然你就跟他说 你等一下 我先确定我账户有没有钱 然后其实那时候赶快打电话给自己的家人 你看我们已经日常生活要叠对叠到这种地步 幸福好时光 有关于AI 你也许目前用不着 但一定要告诉你 诈骗集团 全部用得着 而且有一篇文章说 在商业周刊说 不止中国 全球骇客都盯上台湾 有的还会勒索公司 跟他说 我已经取得你所有的客户名单 现在我可以把它完全泄密或卖掉 不然你先付赎金 其实这状况非常为难 你付赎金他还会 资料还在他手上 其实这个情况 台湾被国际诈骗集团 就像这种勒索的情况 很早以前就发生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还是担任立委 那大概是十年到十二年前 有一次有一次大规模的勒索 勒索谁 勒索台湾所有的券商 然后他要求对方券商付比特币 那如果你不付比特币 第二天我就瘫痪你的交易系统 他就用僵尸账号去瘫痪他 可是你付了他第三天也可以瘫痪 但是问题他 这群人还真的是道义有道 你付了他就放过你 那个时候台湾的每一家 金控或者是券商 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有一些券商 他本来资安就做得很好 他不付钱他也不管 那结果到时候并没有被攻破 他的方向锁住了 那有一些券商就想说 资安做得不好 乖乖的偷偷就付钱算了 就付个比特币付一付 花钱消灾 那第三种就是也没付钱 然后自己平常也不好好做资安 最后那几家券商就被瘫痪了 大家回去查新闻就知道 到底是哪几家被瘫痪掉 那个时候是我在担任立委 就发生了 还不能不管他 他还真干 他真的干了 所以到现在你看迟多年了 这些所谓的诈骗 勒索技术更高 所以我才会一开始建议 所有的听众朋友说 为了要防这一点 真的没办法 你说去靠政府 别想了 最好的办法还是靠自己 所以最好先设一个家庭密码 这是最安全的事 设一个你们不要忘记的 然后跟什么大家的生日 跟你什么所有的数字都无关 不要什么你家电话号码 这些都无关的 设一个家庭密码 然后你们就三个成员 五个成员知道就好了 别传出去 也不要写在line里头 都不要 不要记在任何东西上 那这个家庭密码 在紧急的时候 他会派上用场 否则因为接下来 我可以大胆的预测 就是接下来所有的诈骗 已经不会是声音了 接下来就是影像了 而且会做得越来越像 当你在line群組里头 真的看到line的视讯 看到你儿子的时候 你怎么会想到是假的吗 因为我说实话 像我们这种做电影的 我们都分辨不出来了 你怎么分辨出来 你根本不可能分辨得出来 而且在那个情况之下 你看到你的孩子 看到你的家人的时候 你已经很紧张了 你怎么可能还有心情去管 说他会不会是假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 最好的辨别方法是这个 因为否则 以后这些家长接到电话 都可能很难确定 到底是不是家人 我有一个医生朋友 就跟我说 他有一天接到他女儿 打电话跟他说 他爸爸我今天忘了带 我的小提琴了 你能不能在什么时候 送来给我 他直觉就认为是诈骗 他就想说 我女儿怎么可能会忘记带 不要鬼扯了 只问了他一堆 搞到半天他真的是他女儿 他是真的忘了带小提琴 小提琴我一定相信 因为诈骗集团不要小提琴 但是因为他就在怕 他就怕他的 这个接下来 他如果答应 对方会叫他做什么事 所以他就怀疑说 这是一个诈骗 所以你看 为了这个状况 真假都已经到难辨的地步了 所以我会真的建议 就最好的办法 就设一个家庭密码 那么就可以保障住大家了 现阶段只能这么做了 还有不管你现在是什么mail 只要是那个电子邮件 您那个账号 真的不要流出去 那个太可怕了 对 而且如果有年轻的朋友 我一定要提醒你们 不要相信 IG上的这些交友的讯息留言 也不要相信 IG上这些账号是真人 不要相信IG上的美女 是美女 那些美女可能是个男的 她完全可能是个虚拟人 这次的情况现在太严重 而且几乎太频繁发生了 看看这个世界 这个变得这么进步 而且这么的复杂 有时候还很可怖 那你虽然不懂得AI 但是也要好好保护自己 现在就开始设家庭密码吧 非常谢谢孙大千 谢谢你 是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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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